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有一宗消息 都是要講的 當年今天會什麼時候講? 可能會後期才講 現在先講另一宗消息 其實就是幾天之前的 不過我們都沒有講 就是律政司要求高院班寧 禁止在網上公開播放 願榮光歸香港 之前就是法官陳建強拒絕了 律政司提出了上訴 陳官只是批准部分理據上訴 司法機構的網站就說 上訴庭就在12月9日聆訊 特區政府發聲明的時候 人們的焦點都在JPEG 上 是星期五的事 就說 律政司有額外上訴理據 有一部分就是早前未陳官拒絕的理據 主要反駁 禁制令無效和韓禪效應的說法 律政司就說 陳官錯誤地指稱 禁制令文件不二閱讀 反指禁制令 已經清晰地列出什麼事不被容許 什麼是被容許 不會對清白市民造成韓禪效應 換言之 律政司重新引入已被拒絕的理據 是想推翻陳官的決定 不要緊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 現在 現在 還在搞這些 我覺得是沒什麼意思的 老實說 一首歌 連旋律都要禁止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這麼虛脅呢? 我的看法就不是 特區政府是不是 還有一首歌的旋律都可以 推翻特區政府 或者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我的看法就不是 有些事情 你說要禁止 我的看法就是 你在公眾場所播放 其實嚴格來說 現在已經禁止了 你還要在網上 在香港網上播放也不行 那 我就覺得 有些人一定會質疑 就是JPEG 這麼大的騙局 你都按不到 現在你就要弄一首歌 去搞這些 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就是有些騙局 或者不應該這麼說 或者有很多騙局 元素的平台放在網上 你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現在有一首歌在網上 你就說會危害國家安全 你們這些傢伙搞什麼 其實一定會有人質疑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這個 Ko Kimi 就說 賣虛擬貨幣的人 最喜歡說 什麼國爆破論 快點把錢放在他 其實 我提過大家 很多美元崩潰論的人 其實是做虛擬貨幣的 美國人是有得你說的 美國人是無所謂 有得你說的 到最後就是美元 現在升了多少 你全部玩虛擬貨幣的人 是自己輸錢的 還有其他事情要說的 就是 這個 額外上訴理據那裡 上訴法庭 9月19日就有指示的 這個申請和上訴案件 就在12月19日的上訴聆訊那裡審理 估計就是一天而已 那麼律政司就將 附有草意修訂 其實是星期五做了 上訴通知書的傳票和有關命令 就放在 特區政府律政司和警務署的網站 讓大家可以看 那麼律政司 他的說法就是什麼呢? 他說 原審法官陳建強認為禁制令會造成寒蟬效應的說法是錯的 那麼 律政司他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覺得陳官也有他的道理 因為陳官他說的話 其實 我覺得也是有 根據的 不是沒有根據 陳官是拒絕了律政司之前 就這個理據上訴 那麼 律政司又拿相關理據 那麼他就說 禁制令是針對的 是非法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即使呢 就沒有禁制令的存在 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刑事法律 都會繼續存在 任何懷疑自己會被捲入法網的人 理應停止相關行為 其實 有沒有人 會在網上 在香港上網的時候 亂參與傳播這首 《袁榮光》 我相信現在沒有人這樣做 現在 在網上 搞完榮光的那些人 在海外 在香港製造 一個禁制令 實際上是影響不到那首歌的傳播 現在這些 某程度上 我認為這些是假裝做事的 實際上是 你說 那些人在網上 自己在家裏播一首歌 有沒有問題 其實 老實說 如果他播給自己聽 那有什麼問題 我是不明白 不明白那個禁制令有什麼必要 如果他不是公開播的話 就是他在網上 好了 他這首歌是自己按來聽 自己按來聽 你也說要按的 那好像 喂 很沒有自由 這樣 給人的感覺是很沒有自由的 其實香港 我之前也說過 有很多生意就是 給人的感覺 香港也是一個自由社會 你才有些生意 你才可以繼續做下去 尤其是金融生意 尤其是 你現在 律政司 司長 他再申請 他 當然是到最後 不知道會怎樣 當然是法庭 律政司那邊又爭辯 這個就可以 從正面的角度 你可以說 這是可以體現到 香港是法治社會的 但是從一個比較負面的角度 因為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就是 在香港 從來都是有一群人 很威風的 他們這些是威人威威 不是威的 他們就會開始罵法官 其實陳官 他沒有批評禁制令的時候 已經有人罵陳官 就說他是九官 在香港 你這樣罵法官 就不是有什麼責任 我還沒看到有什麼責任 就是你罵法官是九官 好像沒事一樣 現在看得到 在外國有些地方 如果你用這些言語去罵法官 因為他判的事情不適合你 所以你這樣的言辭去罵 你就犯法了 在新西蘭試過一宗案件 有一個律師就是這樣罵法官 在網上罵 然後那個律師是被人判了牌的 其實是 那 就是你說 為什麼普通法地區都會有這樣的差異 其實 其實有些事情是會擔心的 就是 法庭的權威 是被嚴重削弱 如果法庭的權威被嚴重削弱 就是你法庭就要聽 特區政府之頂 譬如你做某些生意 特區政府要收你皮 那你在法院就不會得到公正的判決 就是人們會擔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是說這件事情已經存在了 我相信這件事情 香港不會搞到這樣的 但是 當有些人的看法 譬如像這一類的看法 對你的信心磨走了一部分 其實你有些生意已經做不到 其實就是 那這件事情就說 海外王KOL有多的視點禁止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律政司這樣做 那你說是不是 都是做一些必須的事情 我就說 可能 都是做一些必須的事情 但是 如果法院再 判一次 都是不給禁制令 我也不覺得 有什麼奇怪的 那麼 陳官認為清白的市民 可能會 遠離和歌曲相關的合法行為 是明顯錯誤的 什麼 跟歌曲相關的合法行為呢 我一定要說 何君堯 他把那首歌的旋律 改成 願平安歸香港 其實 嚴格來說 這不是一個非法行為 就是你拿他的旋律 去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就是何君堯 那樣 願平安歸香港 是不是 那麼 在律政司的禁制令 那裡 何君堯的行為 是不能做的 所以陳官說的話 是沒有錯的 清白市民 可能會遠離和歌曲相關的合法行為 你用何君堯來做例子 就很明顯了 所以陳官說的話 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律政司就說 陳官說的話 明顯是錯誤的 所以這件事情 又可以看看法庭之後是怎樣 這個之後會 12月19日有聆訊 那強勝就說 新加坡政府權威已經惡過法院 對不起 新加坡呢 它改了 新加坡呢 他們現在為了做更多 金融有關 立了你的事情來做 他們有些事情已經 已經改變了 強勝你要留意一下 新加坡近年的法庭是怎樣判的 哈哈哈哈 你要看清楚 你要看清楚 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去看清楚 那 Winson 巴陸拉就說 民生經濟積極去處理好過 經常搞些雞毛蒜皮 芝麻綠豆的事情 他一定會搞這些事情 那 那 嗯 我也要說 嗯 就是說 你說 香港法官有很多特權說不行 你說又多一個特權階級 其實 是不是香港法官有很多特權 我就告訴你不是 他也是要跟法律去做事 是跟法律去做 那些不是特權來的 哈哈哈哈 好了 你說 那些事情太遠就說 英國也推出了新網絡法 他們還有一些國安法 有新的 為什麼人家國安法可以 香港又不行 這個呢 其實說到底也是一個信任問題 說到底是一個信任問題 英國搞出來的人都相信英國 哈哈 是信英國政府 有些人 不是全部 喏 那麼 輝日日日美的共同體 就說 不斷裝作弄 搞得香港的資金主義去新加坡 還沒轉的 現在有些人都放在香港 先看著 有些是要 因為有些投資產品是這樣的 要幾年之後才能回到本 那些做法就是 你放在那裡幾年 就是那些錢就放在那裡 之後呢 有一個金融機構的數字 放在那裡 放了幾年 你有金融機構的數字放了幾年 你轉去其他地方的金融機構 就很容易了 在香港的情況下 那 呃 律政司 提出一個事情的就是 陳官未有考慮禁制令 能夠防止市民 誤把怨榮光視為國歌 哈哈 這個好笑 怨榮光其實本身也不是國歌 大家都知道 哈哈 喂 是什麼人說他是國歌 就是大家想想 是什麼人 講獨有 你不是講獨有的話 你怎麼會把怨榮光視為國歌 哈哈 這個真是好笑 還有 會誤把怨榮光視為國歌 哈哈 真的 律政司那些理據我覺得很好笑 哈哈 每人都知道怨榮光不是國歌 哈哈 你考慮是什麼 考慮通常就是外國人 會把怨榮光視為國歌 但是你這個禁制令沒有用 對外國人 哈哈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是好笑的 這件事是好笑的 喏 那 Benzim就說 我認識有些人說 寧願資料送美都好過送中 很多人都是這樣 其實香港大部分人 寧願資料送到美國 都不願意送到中國大陸 其實這個是 有民意基礎的 這是改變不了的 事實上是這樣 他是改變不了的 你說 是不是只是黃人這樣看 我就告訴你不是 有些男人在嘴裡說 很相信中國大陸政府 但是你說 那些資料會送中 我剛剛才看到那些男人說 現在那些黃人在傳 iPhone 買iPhone 15的資料會送到大陸 那 買不買新機好 哈哈 那些男友自己都問 說話 哈哈 其實有些男友 其實很虛偽的 其實實際上 出來說的話 一定是 我愛國愛港 哈哈 自己呢 iPhone最新的手機 一定要到手 然後 然後 喂 不是啊 這些數據會送到中國大陸 跟大陸版一樣 iPhone15 那不就全部都說了 哈哈哈哈 人們是這樣的 不是開玩笑 是這樣的 那麼 周詩要多謝你的支持 那麼 香港藝民就說 何必作為一首歌注入能量 只要處理好民生 不管他自然就會消失 其實我也認為是這樣的 威就說 最好就是英國 和你不行 那麼 法院不跟隨法律 其實 英國是 有一件事情 和香港是不同的 你要先認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 英國他們的整個制度 其實是議會主導的 議會是有無償的權力的 其實是 其實很多西方國家實際上是議會主導的 舉個例子 就是加拿大那些其實是議會主導的 澳洲那些是議會主導的 新西蘭那些都是議會主導的 在美國其實也有很大的權力 參議院、眾議院那些也有很大的權力 但是總統的權力就更大 美國那裡是不同的 但是 你走西敏子制度的地方 就是議會的權力是最大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 有些人說要在香港搞好像英國那些制度 就是 他要 放低這個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是行政主導的 其實特區政府也不同的 其實那一套事情 就是立法會 他們有權力的 有批錢的權力 但是 應該 香港正常來說應該是行政主導的 你明白嗎?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這個 律政司和法院那邊 他一定會繼續 有得爭辯的 這件事情 律政司其實是把一件事還放在一起 他講的一件事是否正確 最後講一講 他說 原審法官陳官說 公眾教育畫得更加有效 那麼律政司就說這個說法 毫無根據和脫離現實 問題就是 有些是 律政司 你自己講的 律政司的討論是很弱的 因為他說 那些人會誤以為 袁榮光是國歌 那你就教育市民哪一隻國歌是國歌 是不是? 哪一隻歌是國歌呢?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相信現在住在香港 絕大部分人 其實都知道 國歌就是 義勇軍進行曲 是不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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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是 就是泛國歌法 我專門做個旋律給大家聽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首歌是國歌的 所以 你說究竟律政司去搞這些事情 其實 有沒有用 老實實 我經常都覺得這些事情是沒有L用的 就是做些東西多塊 小藍就說 不知道誰脫離現實 有些事情是要教育的 事實上政府也在做其他教育的 其他教育工作是正在做的 現在電視台有播國歌的 如果我回香港看電視 我都見過幾次播國歌的 就是電視台會播國歌的 又會有升國旗的視頻 放出來的 我覺得大家就知道 還有現在多了一些東西 就是升國旗的儀式 又會奏國歌的 那你沒理由 說這些事情是沒有效的 是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是公民教育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陳官沒有說錯 我到現在都認為 不過 有些人已經罵陳官是狗官 那我也 有些事情是廢話事說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